暗淡清黄体性柔 情书积远纸相留 何须浅碧身红色 自是花中第一流 刚才念的这首词是李清照的《这孤天》 暗淡清黄体性柔 情书积远纸相留 十四个字短短的 它写的是什么呢 如果让您去猜一种植物 一种花卉的话 您大概会猜得到的 那就是桂花 这首词意思就是指桂花 在秋天的时候 淡淡的黄色 轻轻的香味 它不以明亮炫目的光泽 跟浓艳娇媚的颜色 来吸引人的注意 像是一位甜静的淑女 有着她动人的风韵 那么又很像是一位隐居的君子 甚至于把她比作是 花卉当中的第一流 那么我们刚刚念的是前半段 后面还说了像梅花菊花呀 看到她都会觉得 要不就是害羞 要不就是嫉妒 这是李清照的词 有着特别属于她的一种风格 在从老二宣中拥在哪外面 发射中拥着 见到的时候